由松山区公所、台安医院、松山健康促进协会 以及区籍社福团体举行登结乐林健康促进活动 首先就从为长者介绍乐林健康餐盒揭开序幕 由台安医院教长辈们如何吃的营养又健康 刚刚我们的蛋白质里面有一个公布的蛋白质就是牛奶 已经有人讲了 所以第六类是牛奶 所以均衡的六大类都要摄取 但是要选对食物就有点困难 如果你今天吃的是什么 淹净品它算是选对食物吗 对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选成元态的食物 包括我们刚刚有人讲到的麦片 麦片它是属于全果 但是是在地的食物吗 不是嘛 那我们在地的食物就是女食类的 就像我们这个超比 好 艺人 小米 玉米 还有什么红米麦 好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全果类的东西 松山区里长林会会长洪温满 以及健康中心林立林主任 特别朗诵松山社大小熊老师 以传统糕饼为题做的灯迷诗 长辈们也在松山灯区祈愿墙写下祈福卡 希望来年平安顺心又健康 新郎造弦够了快 点皮薄薄细又软 真彩食料长度离 甜度可以到永远 这是一首诗 然后一个老师 小熊老师写一首诗 所以这首诗它是拆一种 饼 什么样的饼 三个字 三个字 怎么那么快呢 六个字 不是 对 我想有机会 创严笔 活动中还安排长者前往参观灯区 由于台湾灯会松山灯区 将在2月4号晚间5点 在慈幼宫前广场进行点灯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灯区结合在地公庙等宗教文化元素 串联饶和观光夜市 并邀请台湾在地知名的原创IP 好想兔作者 独家设计月工后花圆灯式 让民众不管是在白天或夜晚 都有不同的互动体验 另外点灯仪式晚会中 松山老人服务中心 也将透过互动小游戏 宣导老人福利相关服务 前100名完成闯关活动者 除了摸彩券之外 还能拿到限量祈福卡 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鳌鸣 村民旦 在这些计判一下 这些计判 合适局